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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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流官此画核物的间接及结构的叙述哪些正确 首先我们看到A选项 此画核物为一个平面分子 那我们画出它的结构实测后 那再从它的间接数量进行判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碳有结双键 这应该是SP2 那这个氧也是SP2 但是这个氧呢两个单件两个孤电子队 所以可以判断出氧原子呢 具有SP3的混成鬼域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平面分子 所以A不对 再看B 具有三对未间接的电子队 那这看起来是正确的 氧上面有一组 那氧有两组总共三组 再看C 它的氧氧跟氢的剑角为180度 那从它的混成鬼域就知道 由于氧是SP3 所以它不会是180度 再看珠 碳原子SP2 用混成鬼域间接 那这看起来是正确的 这个碳有三个Sigma键 所以它的间接数量是3 然后没有孤电子队 所以它是SP2的间接 再看1 蛋原子用SP混成鬼域进行间接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蛋呢 两个Sigma键 一个孤电子队 所以这看起来应该是A X2E型 它是SP2的混成 而不是SP 以上本题的答案就是B珠 是B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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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B珠